欢迎大家回来第五节 亦是最后一节的德里达 刚才说自足的性爱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当时我们想象当时的情景 性爱本身的意义不是对应一个主体 意思是当他被摸下 看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八岁的时候 你后来加上性的意义 就对当时八岁的主角来说是没关系的 为何会有关系呢 因为他的记忆里面酝酿了 将意义一起联贯 对了 有些书写的 其实这是一个写写 是一个书写的行为 有一本书叫做 你手上拿着这本 是德里达的一本很早期的著作 《书写与差异》 《书写与差异》 对了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例子 对了 其实这个是我们用什么书写 原来不是用我们意识意义的书写 大家可以回到有机会去图书馆 找回这本书 《书写与差异》 找回这么有趣的故事 《书写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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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会将它消灭 当然很疯狂 但经过我们刚才一番的 这一个 希望解释 解释 或者是老作 可以找回时就不看 但刚才德里达说 另一个去回我们本来的问题 究竟德里达这种 这种有趣的看法 即书写 书写 这种书写的看法 如何冲击了文学 文学性 如果对文学 正正跟刚才Emma的案例 法洛伊德 对不起 Emma的故事 她自己的过去 正是一个文章 其实她自己给出来的 这种种诠释 其实是透过了在当时的意识 在场的意识去诠释一个 那时候的文章 即是写出来的 作出来的 其实我知道她的 德里达很觉得一个好的文章 是一个正式文章 即是可以再写文章 即是可以再写文章 这是罗兰巴达的 但其实她也应该是有相同的看法 但她不一样 应该是不同的 当然德里达这里比较哲学 因为她为何用Floy的故事来讲 是因为想去解构在这种东西 明白 我以为在是我们意识真理的最基本的基础 实际上是建构出来 事后会识出来的 这个是建构的 这是我们需要用的 会识出来的 书写出来的 是的 不过我们需要 其实这种在都可以被书写 刚才Nelson也点了 其实是否就是意义的在 文本的意义 文本的意义 我们会解写在文字里面 还有作者也有当时的知识 其实那种文本是什么 就是说那件性侵化的事情 就是对女生来讲 其实是一个文本 是否可以这样说 第一是对女生不可以做作者 因为她当时也没有 也没有那个意识 也没有那个意识 那件事情发生了 8岁的时候她不是作者 但到成年之后 她想再重摄这件事 例如12岁时 为何有人笑她 其实跟这个关系里面 为什么连结呢 其实是她自己也不是作者 因为她两件事 跟性的关系都连结不到 后来去到弗洛伊德 作为一个解梦的人 分析师 解梦人 分析师 她发觉 其实她最终 弗洛伊德觉得很满足 因为可能解答了这句话 但是弗洛伊德当时也不知道 但是德里达觉得 其实她建构这个故事的完整性 其实不是在于一个在 其实是在于一个trace 一些痕迹 难怪她动摇 对整个西方的动摇是很厉害的 因为西方对Prescent的重视是非常厉害的 即是对当下一刻 对知觉的呈现 即是我们的眼见可以为真 这是第一 即是现象的呈现 对我们的呈现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本质 所有东西的本质 我们可以透过 这个 其实不是眼见为真 譬如迪卡尔也不是说眼见为真 我们的意识可以理解 对我们的意识 应该是这样 我们的意识 以及我们的意识 可以与本质连结 种种 这是动摇的很厉害 因为既然是这样 我们的意识 其实是后来可以 可以由一个不在场 即将来 将来可以这样盖回去 去诠释它 而且也跟过去又可以 将来和过去这两个不在场 原来是完全在支撑整个当下的一刻 你可以说是将来解释了你的 或者你的过去 什么是过去 其实有时候也不清楚 究竟过去的意义 所以譬如说 刚才Delda也有一个 或者说回这里 譬如说签名 签名的动作 它的名字 它本书在Diffluence Margins of philosophy 好像我也有些人 它有个叫签名 它说签名的行为是什么 是什么呢 签名之后 要做证明 证明你的意识 以知识之识 当下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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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意识 签名的行为本身 其实是一种保证 譬如说我不签名 有些人打印 其实我们也会承认到 打印也是一个意识 为什么要打印呢 因为你知道 你确保你的意识 确保一个在的意识 是一刻的在 是的 所以就算是 其实不要紧要 找人找这个在 第一个在是复制的 签名 为什么要被复制 可以被重复 可以被重复 一定要重复的 其实这个签名 其实达瑞达觉得 这个被重复性 是构成这个权威 不是意识 就是重复性 是的 重复性 rather than 意识在 所以本来这个重复 是用来表现 证明的意识 是为了主体的东西 或者我这样说 签名是为什么 你觉得这么一样 这么唯一 每次签名都很一样 因为它证明了 因为它是痕迹 是痕迹 证明了你当时的主 你当时的意识是什么 意识是什么 并且意识的意义 是的 但问题是 阿达瑞达说 其实这个不是 他最重要的规则 他最重要的规则 是能够签名 就是一个被重复性 是的 重复性 重复性就是 就是字 书写 可以被重复 其实这个忍生到很大的意义 其实是 性质本身 也不是因为 性质本身 就是因为可以被重复 即身份 就是因为可以被重复 可以再被重复 可以再被重复 即是关键 可以被重复一次 是的 甚至这个再长已不长长 我们可以真的将文馆的 过去未来 意义 真的解释到 其实原来所有东西都是你书写的 不是你认为那种在 反而是在 是你书写出来的 真的 你看到他 就不是真的老催 是真的 是真的 真的 好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可能 即是有机会 我们下集再 继续讲 继续讲 再继续爆下去 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